就是先把原來的 先下載一頁 變成下載76頁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串了一個i的變數 所以剛剛好像同學一直 每次對我同學問說 為什麼要把這邊的i中間串一個這個東西 實際上它本來是連續的一個字串 那為了要把i放進去 所以這個雙引號是指的是 把前面這一段字分開跟後面 所以變成原來是一段文字 現在變兩段文字 中間就用and 這個是串接符號 把i給串在中間的意思 我發現這個可能我也搞不懂這個 如果你懂應該就簡單了 那再來的話 因為如果只是下載之後 沒有做不要的列刪除的話 那真的好像就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先把它排序 然後並且把不要的刪除 我用了幾個方法 一個是點sort 所以以後 假設你要排序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排序的話就是 A欄就是Range A1 當然同樣的如果B欄就B1 C就C1 OK 那後面的話如果你要遞增的話 就是XL ascending 那如果反之 那就是XL descending 如果你不會拚沒關係 但是你至少還要會打X 打一個X 它會自己跳出來 後面先不要 就是這樣 打到這裡有沒有 X 怎麼出現 痘點 有啦 先痘點X 有啦有沒有 所以你痘點X 這個就會出現 XL ascending 那再來就是Descending 不過好像是蠻接近的 AS改成D1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自己改可以 然後面的話加上header header的話可能就參考這邊 這邊有一個header 有沒有 所以你打一個 有沒有標題 有 一定要跟他講 如果沒有打header 他好像會出錯 header加header 然後冒號等於 傳一個參數給他 後面一定要跳這個 XL yes 如果你現在背不起來沒關係啦 雲端上我有那個 雲端白板 那你們可以再參考 這個部分刪除 那再加上1到6號 1到6號的話就是加在這裡 有沒有 加在D到I 那我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跑負回圈 不過好像跑負回圈 比較不容易理解 可是會寫程式的人 應該比較好理解 如果你假設 這個不想要寫那樣的方法 你會寫這樣 array也可以啦 等於把1到6號 塞到這個範圍裡面去就OK 那資料剖析 其實就是靠錄製的 OK 所以以後的話 錄製下來的 就是一個sub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一個sub 當然你可以從 本來他在module3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剪下來之後 放到這邊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喔 OK 所以我是覺得 有些地方不會喔 你可以用錄製的 放過來 然後把它用call的方式 OK 這個module3如果不要的話 按右鍵 你就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他問你要不要匯出 不要 這樣就不見了 有沒有 就module1是上個禮拜的 module2就是今天的 最後是刪除籃 刪除籃跟刪除列蠻像的 只是把物件名稱 改成叫colors 有沒有 所以以後同理可證 A籃就是A delete OK 那如果一整個範圍 就是哪一個冒號哪一個 哪一籃到哪一個 也可以把它全部刪掉 最後我再加一個autofit 因為刪完之後 可能他會變形之類的 OK 因為這幾個動作 如果你要分別執行的話 變成你每一個點一下 然後按執行 點一下按執行 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導不如怎麼樣 全部串一起之後就用call call 所以總共call的有五個 所以最後的話就變成 叫大樂透下載 所以我把這個按鈕直接改一下 改成叫做大樂透下載好了 他名稱也一樣改一下 改成叫大樂透下載 這樣的話按一下 所以哪一天他更新的 你就按一下 他就馬上更新 然後呢 只是說可能會多等個幾秒 應該也不用幾秒鐘吧 反正就是他一直幫你抓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資料越多的話 那反而感覺越有成就感 哇 他幫你抓完了 OK 不過最後好像會有個問題 這按鈕好像會亂跑 他可能一下跑過來 一下跑過去 因為你可能有只要刪除欄或刪除列 那按鈕就變形了 所以如果未來 假設你希望按鈕不要變形的話 記得你可以在那個按鈕上方按右鍵 裡面有一個叫控制向格式 如果他會變形的話 這邊有要摘要資訊有沒有 那請你把那個控制向格式裡面的摘要資訊 他預設是大小位置會隨儲存格而變 就是如果你刪除欄的話 他一樣會跟著往左移動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變動他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 叫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這個還蠻常會遇到的 如果你是加了按鈕他會變形的話 那你可以改一下 你按下去他就不會跟著變動了 OK 那理論上這樣應該今天的部分 理論上應該就差不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試著把它全部串一起 然後修改一下他原來的這個按鈕 OK OK 那變更他的那個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是先到這裡 最後記得喔 把它另存新檔 之前好像已經存成啟用聚集服務業部 然後就把它儲存一下 把它取代掉 OK 那這一題我想就先到這邊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之後 reasons 他現在我要用幾句 чего 恭喜 我